牧室中用两层裹板搭了一个裹饰 然后在裹饰中又放上了套在一起的三层棺木 牧主人应该就躺在这三层棺木之中 两层裹三层棺正是汉代王入葬的规格 往往这样被分封的诸侯王 只能过着一种非常奢华的声色犬马的生活 只要你在这个范围里你不出轨的话 你随便折腾中央政府也不采取任何干预的措施 再加上汉代的时候人们又提上什么呢 誓死如生 那就是说我死了之后 我的家里人在给我下葬的时候 要把我日常里面生活当中 所有能够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的东西都给我进行 八字解读人生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佳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局是微信 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26682135 既然是月王 肯定就会有御衣出现 御衣是汉代皇帝或者诸侯王下葬时 所穿的用御片做成的衣服 国内最早发现的御衣 是在河北的汉代亡陵 满城汉墓中 中山王刘胜及夫人各穿了一件御衣 由两千多块上好的御片连锥而成 汉代人比较迷信 认为御可以防腐 相信穿了御衣以后 尸体可以一直不腐朽 御衣在汉代 几乎成了亡陵的一种象征 代表着一种等级 照此来说 作为极北亡陵 必须要有御衣 所以在挖掘之处 考古队员最期待的就是御衣 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技术准备 包括御衣 如果真的御衣的话 我们怎么提区 怎么讲的 怎么复原法 怎么变好 变配起来 这个包括室内有组件 包括出现四处东西 以后怎么处理法 所以我们是都做个准备 考古人员非常细致的一层层储取泥土 现在已经慢慢接近了尸骨的位置 他们知道价值连城的宝物 就该在这里 果然地上露出了一块 像石头一样的东西 扫去泥土后 考古队员马上判断出来 这是浴石 大家屏住呼吸 小心翼翼地继续往下清理 在浴石的旁边又发现了浴片 紧接着露出了一个 累死人的鼻子的东西